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这世界的局面正在世去》 《格林多前书7章31节》 听起来 今天这句四经金句好像有点悲观 但是想深一层的时间 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分分秒秒都在过去 就说今天 今天可能是我人生里面 最后的一天 谁知道明天不知道会不会来的 所以是人生的最后一天 但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昨天那些已经不存在 所以有些人说要活在当下 好了 这个世界的局面 其实很美好的 有这一面 日出日落 鸟雨花香 临天白云 还有各种美食 香气 亲情友谊 这些一切都是美好的 不过 都是属于世界局面的一部分 都是会试去的 保禄在第一篇《读经》《格林多前书》 想要跟我们讲的就是这样 不过这种态度 因为有基督的信仰 就不是叫我们看化 是吧 那些东西放下 不要太执着 没错 是要放下 是不要太执着 但是不是看化 而是看透 看穿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通过万物 看到创造万物那一位 在变化的万物当中 看到不变的那一位 于是我们就不要执着 见得到这些尾线 而是通过这些 见得到的 有限的 识去的尾线 去到那一个 因为我们要看透 要穿透 去到那一位 不变的 无限的尾线 完全的尾线 因此我们就不是出家人 有些人说 做神父 修女 这些是出家人 不是的 出家人 就是离开了家 表示一种负面的离开 断绝关系 不是的 我们是献身者 我们是积极的 将我们的生命 献给天主 通过献给天主 献出为我的兄弟姐妹 去服务 对吧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这个世界 的确是逝去的 但我们不是在悲观当中 反而 因为看得穿 看得透 这个世界 正在逝去 我们更加能够走到上主面前 记得今天的四兄金句 这世界的局面 正在逝去 加林多前书 七章三十一节